這個就是LOWER BASIC CALLS USE OF ENERGY RENEWABLE ENERGY PART 1的第五版 今天講SOLAR PORT WATER HEATER 這件事是非常低能 就是早上有陽光的時候 這件事就像你之前學過的GREEN HOUSE 有一個玻璃窗在那裡 讓光能進來吸收 然後煲熱點水 煲熱點水之後我就可以用來用 就是用一個太陽能的熱水爐 這個什麼SOLAR WATER HEATER 太陽能熱水爐 不用電的意思 省點Energy 外國就很流行這件事 很喜歡裝這件事放在屋頂 為什麼 我的電力網 外國地很大 一戶人家一戶人家差很遠 電力公司要建電網是很難的 有些偏遠山區沒有電網 怎麼辦 我都說我沒有電 我WhatsApp不到 我看不到這條Youtube Video 我也要洗澡 我相信 那怎麼辦 就要用這壇東西了 好嗎 這壇東西 Working Principle 講完 有Collector 就是收集一些陽光 Focus 它那個 有兩種 第一 上面那種 就是平日家用式的 一些 solar water heater 下面那種 譬如我去露營 就經常用這個 在露營的時候 用一個大的Reflector 然後擺一個 擺一個 擺一個 在中間 然後把陽光 焦點在那點 很熱的會 你擺一個木頭 在中間會燒著 好嗎 好了 先講上面那壇 上面那壇 就會用什麼 用一個 說明Greenhouse 就會用一個深色的背景 去吸熱 深色的背景吸熱 吸完熱之後 吸完熱之後 我會熱到水 我會運到另一個地方 去儲存 為什麼呢 這塊叫做Heater 熱水爐 對 現在家裡的熱水爐 當然會在裡面儲水 因為我會保持煲它 但是這個Solar water heater 就不會儲水 在水流過的時候 煲它 煲完後 就進好了 但是有時候 那些水 我進好了 都可以冷了 冷了就拿出來再煲 晚上那怎麼辦 就算了 大佬 晚上的話 就用電 對不對 對不對 早上也節省很多 你最好就煲完 熬完 晚上又可以用 但是晚上如果你說 我喜歡凌晨三四點洗澡 那就糟糕了 你擺攤子 那麼久會冷 那就用電 你也節省不少 對不對 再問 調整自己的足色時間 早點洗澡 也可以 又可以 不一定死的 OK Sarfinity這貨是什麼 好多 possibility 你出去怎樣 即是 你繞到就可以了 你說話合理就OK 他這裡是provide tools 令到你增長你的見識 令到你考試的時候 你說 我知道你說這些 但是考試的時候 問你 可以跟你之前書學的 完全沒有關係 行不行 OK 沒有問題 完